云林北港有位70多岁的爷爷 三年前把家业交棒到第二代退休后 选择从事二手玩具的修缮和买卖 他不但无师自通学会修理儿童电动车 同时还把修好的车免费带到公园给小朋友玩 小朋友看到他来了 都像看到圣诞老人一样开心的欢呼 许多小朋友骑着各式各样的电动儿童玩具车 在公园里开心的四处游走 这些大多都是二手玩具车 经过二手玩具商严宏林的巧手修复后 带来北港公园给小朋友免费玩耍 大家都很开心 小朋友看到他去都像乘诞老公公来了 欢呼 很窩心 对那种感动 有一种感动会说不出口 这样子的人其实越来越少了 就是不计较这种得失 这样的人是很不错的 阿公来了 阿公来了干什么 阿公来了 有吃可以骑 七十多岁的颜宏林看到小朋友开心玩耍的样子 他既高兴又有成就感 就很高兴了 小朋友就高兴了 你就高兴了 现在小朋友都是看电视而已 看手机看电视都看到眼镜坏掉了 经过这样子的抛砖影域 有民众开始捐赠二手车给他 车子被玩坏了 颜宏林也不以为意 还会研究如何再改良 让小朋友更愿意玩 他不但找到事业的第二春 除了有成就感能够自愚于人 还让二手玩具回春再利用 如果这么高兴的话 还可守在这点 24 acht月的颜宏林 当然是加工费 但是他的颜宏林 不是这样的颜宏林 感谢观看